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国家银行总裁单随JD博士指出 我国今年第二季度的内需上升到13.8% 比起第一季度的9.7%高出许多 让第二季度的GDP成长得以交出漂亮的成绩单 国家银行公布的数据在全国经济领域的成长中 建筑行业经济前景最为看好 写下22.2%的成绩 而工业领域在出口贸易的带动下也不落人后上升了5.6% 在通货膨胀率方面则出现走低趋势 达到1.7%的中等水平 比起6月的1.4%明显有下滑趋势 尽管如此令吉兑美元的兑换率还是没有回升 萎缩了3.8% 最近面子书上盛传位于登家楼的平泊岛上 有一家酒店提供游客骑在海归身上 并与海归拍照的服务 这引起了网民的关注和强烈讨伐 对此旅游部长德多士黄艳艳表示 旅游部将对有关的酒店业者发出警告 如果再犯将吊销旅游营业执照 从网民分享的照片可以看到 身穿白衣着骑在海归身上 而旁边有几名身穿服钱配备的游客在观看 另外也有游客尝试伸手要触碰海归 有关照片相信是被爱护动物的网友 发现后上传到网络 并要求其他网友若不同意酒店业者的做法 应该要将照片分享出去 揭发酒店业者的恶行 许多网民都纷纷留言 谴责业者虐待海归 而游客的无知也将破坏海洋生态 黄艳艳指出 旅游部将向环境部属下的野生动物局 反映这起事件 而旅游部也将发出警告 给有关的酒店业者 黄艳艳艳是在今天出席与旅游迪士大使会面 推广安全驾驶的活动后发表谈话 RTM 廖鱼飞采访报道 来跟进关丹中华中学的课题 董总今天发表文告表示 已经在8月13号正式致函副首相兼教育部长 丹西穆毅定要求政府公布关丹中华批文的全部内容 此外 董总也要求教育部把关丹中华的批文副本交给董总 让华社了解批文的内容 董总的这个做法是为了厘清 关丹中华是不是一所真正的华文独立中学 另一方面 关丹副办独中工委会也宣布 推举工委会执行顾问丹绪方天兴和召集人黄道坚 分别出任关丹中华独中董事部正副董事长 马华青年专裁局主任达斗蔡志勇 在爆出雪州政府和达南公司的债务重组交易风波新疑点 在今天早上的新闻发布会上 蔡志勇出示一份由雪州雪州务大臣 但是阿布德卡利在2009年7月签署 向达南公司追讨债务的这个文件 而早前明连雪州政府声称 对达南公司的债务一无所知的这个谎言也不攻自破 同时蔡志勇也下战书 邀卡利就达南课题进行辩论 根据雪州大臣机构1994的文件指出 当时的雪州子公司将成立全新的工作委员会 终止以及重新拟定和达南公司达成的协议 并追讨对方所拖欠的债务 因此达到蔡志勇炮轰明年雪州政府 只对达南公司所有的债务完全不知情 是天大的谎言 讲债务被隐藏和没有任何的子公司向达南追债 是一个误导性和撒谎的话 对于行动党雪州高级行政议员郭肃庆提出 就达南课题展开辩论的邀约 蔡志勇也放出狠话 指定要和雪州大臣同台辩论 我认为一切之后 我愿意向这个达南课议 对达南课议 我并不想跟任何DAP的议员 有三手的知识 所以我愿意向沙拉朗议 蔡志勇表示 她不认为行动党会比雪州大臣更了解达南课题 所以她希望凯莉能在开栽节后 对这项挑战作出答复 另外针对边加栏设立石化厂课题 身为农业与农机工业部副部长的蔡志勇声称 农业部长达德西诺欧马 将会连同渔业相关单位的官员 前往当地视察 以了解并设法解决当地渔民所面对的困境 RDM王子斌采访报道 首相德德西纳志指示内阁 探讨1950年证据法令第114A条文的举动 掀起国内政坛一阵的联谊 在野党国会议员 今天就形容首相这项峰回路转的决定 凸显出国阵态度反复 也显示政府没有事先咨询民间意见所致 不过还是有一些律师和法律的这个顾问力挺首相的决定 首相要求内阁讨论1950年证据法令第114A条文是一项民主的举动 这意味着政府愿意听取民意 再说如果有任何改变 相信也不会危及到国家宪法的可信度 另一方面 明年议员则认为 我国一些法案是在缺乏辩论和政府压力的情况下仓促通过 以至有关法令被撤回 而证据法令修正案就是最好的例子了 南北大道公司自去年1月推出推特服务之后 已经有多达7万5千人从中受惠 有关服务可以让大道使用者快速了解路面的状况 大道公司预计使用南北大道推特服务的人数可能还会继续增加 南北大道公司透露 大道使用者可以通过该公司的推特服务了解最新的路面状况 其中包括南北大道 联邦大道 马兴第二通道 芙蓉通网坡的深大道 宾威大桥 以及北海居邻大道的路况 同时民众也可以通过电子告示牌 以及大道24小时服务热线 1800-88-0000 获取最新的交通情报 人民的健康是国家的财富 拥有健康的体格才能够推动国家的发展 请先视窗和你跟随一马流动诊所下乡服务去 正当大家还沉溺在我国羽球一哥大道李宗伟 为我国夺得奥运会银牌的喜悦气氛时 我国羽团却传来了一则噩耗 曾经在羽团叱咤风云的这个羽球名将 因为患上肝癌多时 在医院治疗了两个星期之后 最终敌不过病魔 而在今天早上六点 羽世长辞 享年68岁 今天早上是在苏邦森纳美医药中心不幸逝世 消息传出后 让许多羽球选手感到非常惋惜 Bunaran的遗体已经在下午十二点半 运回巴达林在野的家中 公亲有瞻仰 葬礼将在明天举行 一些已经退役的球谈老将 也在第一时间向Bunaran调宴 Gunaran在七十年代 是我国羽球队的名将 不管是单打还是双打都不成问题 他曾经和五文美 在1971年夺下全英赛男双冠军 并在加拿大丹麦以及美国公开赛 获得冠军名正四方 此外他也在1970年 赢得亚运会的男单金牌 以及在1974年的英联邦运动会 男单语球赛夺得冠军 离开羽团后 Bunaran继续为马来西亚羽毛球总会服务 并在1992年担任球队领队 带领我国球员 重夺苦等25年的汤杯冠军 Bunaran从1984年 成为国际羽总的成员后 在2005年开始担任第一副主席 直到2008年被罢免 Bunaran今年初最后一次 出席大马羽总表扬之夜时 还和当年汤杯队友一起回顾当年的比赛过程 并且给予我国羽球男单一哥 大道里中尾指点 肖元胜水利造假事件被揭穿半个多月之后 当事人终于在昨天打破沉默 表示对自己口误所引发的误会深感道歉 可是发表声明的第二天 肖元胜却关闭了他的面子书专页 原因是他无法更改自己面子书专页的名字 把肖元胜医生的医生称号删除 唯有选择关闭账号 从肖元胜从以口误为道歉的借口 再到关闭面子书专页都掀起了很大的回响 有人认为对认错的人应该宽容以待 但有的却谴责说 肖元胜的道歉是否太欠缺诚意了呢 曾经红透半边天的肖元胜接受过不少媒体采访 还有人为他出书 可是半个多月前 他却被揭发学历造假 医生资格备受质疑 昨天肖元胜终于打破沉默 通过面子书专页承认自己只是实习医疗人员 不是医生 他对自己口误所引起的误会 做出道歉 可是他在道歉和交代学历后的今天 却关闭了专业引起讨伐 网民认为他没有诚意 一再为自己的过错远谎 有网民写道 原来欺骗过后 可以用口述造成的误会交代一切 肖元胜从头到尾都不是诚心道歉 声明只是网里上贴金 如果说谎是口误 那么偷窃就是守误 看阿婆冲凉就是掩物等等讨伐贴文 当然也有一些网民为他辩解 认为虽然他没有正规医生执照 但他确实实际经历救援工作 敬佩他的关爱精神 还鼓励他勇敢向前走 澳洲最高法院裁决 烟草简单包装法案合法 今年12月开始 所有香烟采用统一包装 稍后回来有国际新闻 别走开 凤梁本国际新闻 别走开 不得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